这个骨架子一致支撑着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 在这个骨架子的支撑下 不停地变化成形式 如果离开这个骨架子 我们个人就会出问题 国家也会出问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有一个说最终一个依据的东西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因为中国八千年的文化 我们如果是一点点去学 我们这一生只学过 把这个骨架给抓住了以后 根据它去做事 去为人 去处理事件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依据 我自己就有一个判断 我对了还是错了 不用等着人家去说 对了还是错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十六个字 那这十六个字从哪里来的呢 它那本书叫《尚书》 你们听过《四书五经》里面 有一本是《尚书》 《尚书》很早 它在《春秋战果》之前的一本书 上面的分题目叫《大书摩》 大家知道是谁吧 《尚书》 《尚书》是《尚书》 就是善样天下 那么三皇五帝之一 等等 你们经常说 三皇五帝 一至于今 就是三皇 夫妻 神奴 然后碎人 夫妻 碎人 神奴 然后五帝是皇帝 皇帝后面还有两个中间的 那么后面就到了姚孙宇 就是三个 所以三皇五帝 一至于今 这是我们中国古文化到天天的一个法脉相传 那么三皇五帝后来大禹是传法于博弈的 但是博弈最后被夏起给杀死 所以是从夏朝我们的龙谷断了一次 它已经违背了这十六个字了 所以是断了一次 那么到了商汤的时候 就是夏朝最后的一个国君被商朝灭亡 商朝那个国君叫商汤 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元训 帝王 所以到了商汤之后 就进入了夏商周的商 商之后到了最后的一个皇帝叫商周王 商周王就是我们今天新加坡知道的风尘榜里的人物 那么他是残暴的一个国君 也是违背了这个大禹统的道统的功夫 所以最后就被周文王 周武王在江子牙的佛陀下 把他给灭掉了 所以从此开始了周朝的天下 夏商周 那么在周朝的时候 因为周文王 周武王 还有一个他的弟弟叫周公代 周武王的弟弟叫周公代 所以这三个人就根据大道统的新法 制定了周朝的很多的制度 所以是周朝延续了八百年 并且在中间出现了清秋战务时期的 中国文化史上的中子百家争论 也是来历一次中国文化的大修复 大一统大修复 那么他们根据什么去修复 还是这十六个字 还是这十六个字 那今天我们就要把这十六个字解读出来 那么当然这个十六个字呢 当历朝历代的皇帝遵从这十六个字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昌盛 他违背了这十六个字呢 国家就衰败 就占了老百姓就扣扣开 这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那么我们齐家齐在哪 修神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个国君离开了这个道 然后他就什么 国家就威王 然后就昏君了 然后我们的家庭如果离开了这十六个字 你的家就回落 家就回落 然后我们每一个个人 如果离开这十六个字了 你自己就回落 这十六个字呢 是我们中华大道统的密传心法 我们解开它以后 大家看我《得道经》翻开 你才能够看得懂这本《得道经》 否则你就根本看这个《得道经》 想读懂它就跟天属一样 然而张老师这十六个字好像是都懂了 很简单的 没有那么复杂嘛 你还要三个小时给我们讲 不就是又浪费我们的时间 大家来注意一下 人心为微 道心为微 为今为一 允至绝中 允至绝中 你们用自己的思维意识 就是脑这个层次 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来思考 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是什么意思 先拿着自己的解读版 先不要听老师的 先不要听老师的 人心为微 是什么意思 道心为微 是什么意思 为今为一 允至绝中 好 这十六个字 好 这十六个字